张学友正在内地举行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 此前他已经在香港完成了多场的演出 状态一直不错 他还频繁在台上表演一字马劈腿 力证自己饱到未老 3月7日歌神张学友突然因身体不适取消了接下来三天 3月89及10日在上海举行了演唱会 声明中表示张学友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看医生 医生立即建议他停工静养 如果只是普通的头晕或者手脚扭伤 以歌神的能力 他绝对不需要连续取消三场演出 有网友猜测声明提到的保护公众安全 可能跟张学友的病有一定传染性有关 结合现在的流行病情况 歌神极有可能患上了流感或者新冠肺炎 昨天可能是我做47场面最难过的一场 然后我想大家可能不明白 你们什么头晕都没有那么难过 那问题是因为这是演唱会 演唱会要不能唱